400多块钱买的一件毛衣啊 我表妹只穿过一次 这个祈求是认真的吗 这还不止啊 你随便去网上一搜什么网购彩雷 衣服起到变形 掉毛掉到手臂染色 甚至还有裁这张的裹子 倒是过敏的 不是我就会想网购件衣服 有这么难吗 作为一个每个月都要拍 三四百件衣服的平面模特 今天啊就来教你们如何正确挑选 卫衣毛衣牛仔铺 保证大家上身穿的又舒服又鲜瘦 第一个就是啊 选毛衣的时候 我一定不要选成分表里面含合成纤维 金轮 笛轮含量比较高的 你千万不要和它好喜啊 买回来就会知道了 又爱起筋电又爱起球 穿的呢就特别的不精致 如果你想要显瘦的话 就选我身上这种细针织的 买回来保证你分分钟唱出氛围感 第二个选卫衣 如果你看到标签上的材质是笛轮 咱直接滑走 这种卫衣不仅不透气 还非常容易发皱和变形 质感特别差 咱一定要去选择纯棉或者敌棉混访的 这样的卫衣呢 就是穿起来又柔软又舒适 那如果遇到同一件卫衣 但是价格差距就特别大了呢 就可以去问一下客种 只能350克到400克之间的 因为这样的卫衣穿起来更挺货有形 最后呢 这是牛仔裤 认准高腰 然后侧缝线靠前的裤子 不管你是腿短还是腿粗 它都能给你修饰成细致大长腿 那如果是平常穿牛仔裤 会有前进外翻啊 三角区古包啊 这种问题的姐妹 就可以去翻翻产品的详经图 看看它的细节图和面料 尽量选择那种前腰是成V字型的裤子 然后面料里要同时包括绵 鸩 鸩 和聚止纤维这三种材料 这样就可以有效地避免鼓包 等以上这些都确定了 再次看看买家秀 咱就是一整个下单成功